我的14 Pro Max只是后玻璃碎了 更换一下你为什么要拆我的手机 冲哥你好 无意中刷到你的视频 不知道为什么把你所有的视频都看了一遍 特别的解压 你出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一遍 关注这么久了 终于有机会跟你碰面了 苹果14 Pro Max有外套被小孩摔了一下 结果就成这样子 请冲哥一定亲自操刀帮忙完成这台手术 顺便想上一下电视 如果能换成白毛的后盖 什么叫白毛的后盖 不知道外框需不需要更换 家里还有两台11 12排队等着冲哥换电池 我们来看一下是一台紫色的iPhone14 Pro Max 粉丝贴了这种镜头保护的 说实话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作用 反倒让你的照相拍照不清晰 所以说镜头保护的这种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观察了外框四周并没有变形 我们来输入密码看一下关于本机 是一台128G的国航iPhone14 Pro Max 到目前为止还有评论区有粉丝说 为什么要拆我的手机 只是更换一个后玻璃而已 今天借着这台手机更换后玻璃 我们再来深入了解一下 我们将手机屏幕放在加热台上 加热将手机屏幕四周的胶软化 使用拆屏器将屏幕和中框提拉一个缺口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塑料拆机片 将屏幕四周划开 然后就可以打开屏幕 我们来观察一下 手机确定是第一次拆 没有被拆修过 我们先将人脸组件保护起来 14 Pro系列这里是一块大的铁皮 由8颗螺丝来固定 我们依次打下这8颗螺丝 要说明的是这几颗螺丝的位置不能搞错 这颗铁皮背面很多缓冲的泡棉 第一步仍然是先断电 然后断开显示触摸排线 以及感应排线就可以取下屏幕 我们更换后玻璃仍然是采用 将手机机壳内部所有的重要组件拆除之后 来铲掉碎的玻璃栅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首先机壳内部很多配件它都是塑料的 例如闪光灯以及其他的各个排线等等 这些都是不耐高温的 还有就是电池它也是不耐高温的 如果不拆机直接去加热玻璃呢 是有一定风险的 当然了 高手除外 并不是说百分之百会出问题 这个时候肯定还有粉丝说 还可以用激光打呀 对没错 我们取下主板 观察一下主板有没有变形 或者是进水的痕迹 OK 主板非常的漂亮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 所有的方法 它都不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激光打玻璃 我们遇到很多将主板背面打坏 发黑 或者是打到其他地方造成的故障也很多 所以归根结底 我们还是相信自己的双手最为好 取下激光雷达 然后呢 将振动器和喇叭也一并拆除 取下振动器和喇叭呢 就可以方便的将电池的电池胶拉掉 然后取下电池 另外呢 后玻璃到机壳内部呢 它并不是完全封闭的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去产后玻璃的时候 玻璃渣是会不小心进入到机壳内部的 此时呢 机壳内部有很多排线都是塑料的 电池呢 也非常的容易被这种玻璃渣 渣完之后呢 鼓包起火 因为这种呢 我们遇到的非常非常多 很多粉丝呢 更换完后玻璃呢 没过多久 电池就鼓包了 或者不耐用了 那么拆开之后呢 都是玻璃渣造成的结果 最后我们将闪光灯排线拆除之后呢 所有重要的走件都一并拆除了 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加热 将后玻璃铲掉 将机壳放在夹具中固定一下 拿出两个新的刀片 放在刀柄上拧紧 然后加热呢 一点一点将玻璃铲掉 整个过程要注意的就是 无线冲这里和摄像头附近 要将无线冲保护好 然后再一点点 刹掉上面的玻璃渣 大的碎玻璃渣处理完成 我们要处理这些细节 边边角角的地方 然后呢 清扫干净所有的小碎玻璃渣 然后擦洗干净 由于更换小孔玻璃呢 我们需要将三个摄像头的外圈呢 全部打一个缺口取下 然后先装玻璃 再装外圈的方式 这样呢 后期也美观 而且不容易进灰 来到显微镜下 我们将摄像头的外圈打一个缺口 然后将它取掉 第一个取下 我们来取第二个 然后呢 再取掉最后一个 这里要说明的是 三个摄像头的外圈呢 厚度是不一致的 这里呢 我们不着急更换厚玻璃 先来看一下极壳内部的碎玻璃渣 如果没有胶呢 这些玻璃渣就会掉到机壳内部 我们先来将胶和机壳内部的碎玻璃渣清理干净 先将振动器和喇叭装回 清洗干净 然后来到上方将闪光灯排线装回 然后将主板进行安装 再将人连组件以及听筒进行安装 还有将激光雷达也一并安装 后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固定铁皮安装 打上固定主板的几颗大的螺丝 然后清理干净 给电池呢 贴上一个新的电池胶 再将电池也进行安装 清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给粉丝贴上一个新的防水胶 将屏幕背面和四周的灰尘清理干净 将屏幕进行安装 那么还是那句话 更换后玻璃呢 建议一定一定要拆机更换 如果碎的不是很严重 可以不去换 带一个壳就可以 如果碎的很严重 建议必须要更换 否则碎的玻璃渣呢 也会进入即可内部 最后撕掉防水胶的保护贴纸 撕掉面容上的保护贴纸 合上屏幕 然后呢 我们来处理厚玻璃 将缺湿的磁铁呢 全部给它补回 然后呢 将无线充保护起来 清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打上胶 然后来安装小孔玻璃 然后呢 将手机和托盘一并放入保压工具中 进行保压 让胶贴合得更完美 保压成功之后 我们来取出手机 安装两颗尾布罗斯 然后呢 来安装三个摄像头的外圈 从这里可以看 三个外圈的厚度 它是不一样的 OK 我们将三个摄像头的外圈呢 一并安装 然后清理干净 处理完成呢 我们使用这个 可以看到充电瓦数的数据线 来将手机开机 输入密码之后呢 我们来到设置 通用关于本机看一下 还是那台国航128G的 iPhone 14 Pro Max 由于拆机了 我们需要将所有的功能 全部测试一遍 最后呢 来看一下生存能的效果 我们滴上水柱 水柱磕磕饱满的水柱 也不挂毙 感恩感谢每一位粉丝 对充电的支持 喜欢充电的屏幕窗 最后呢 关注一下 对充电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